2004年的8月3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见证了一场惊心动魄 荡气回肠的国足经典战役 对手是我们十年不曾战胜过的伊朗男主 是那些年来常向我们伸出四个手指进行挑衅的宿敌 因此复仇二字贯穿着整场比赛 不得不承认 当年博主是带着心惊胆战看这场中一支战的 比赛刚开始 邵嘉义便在35米开外完成一次敲山阵舞 皮球急剧下坠 可惜还是稍稍刀出门凉 此时的金左脚已经加盟了德甲净旅慕尼黑1860 成为阳辰之后第二位征战德甲联赛的中国球员 时间来到第11分钟 又是邵嘉义突然连停带过后起脚传中 可惜卡阿比抢在李金宇身前抢先投球顶出底线 两分钟后 队长李伟峰投球解围没能顶远